大家好,我们在上一期的视频里面也讲过说这个肠漏啊 肠就是你的这个肠道 如果有这个小缺口 你的一些在肠道里吃的一些东西 从这个肠道的这个小缺口里面漏到你的血液系统里面去之后 会造成对身体造成一些炎症反应 甚至对这个健康是非常不好的 那么这个漏进去的小东西呢 主要就是讲肤质 肤质呢,它会吃进去之后呢 它因为不消化 它这些这个肤质这个分子呢 会穿过这个肠道的这个墙壁 跑到血液系统里面去 所以呢,我们尽量不要吃带肤质的东西 那么是不是所有的穀物 它都是肤质呢 都是带肤质的呢 不是的 有些穀物是有肤质 有些穀物是没有肤质的 有肤质的 最常见的就是小麦 现代的小麦 面粉 这是有肤质的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没有肤质的东西 这里有无肤质穀物 有几种 比如说燕麦 高粱,玉米,梨麦,紫米,薏仁,小米,黄米,荞麦 你看,这些都是一些 一类似于杂粮的一些穀物 它是没有肤质的 然后呢,这些没有肤质的穀物呢 一般你在烹饪的时候呢 建议呢,要把它浸泡12个小时 然后再用高压锅去烹嫩 这样呢,可以去掉这个穀物里面的一些植物凝集素和植酸 植物凝集素和植酸呢 它是一种反营养物质 吃进去了之后呢 会干扰人体这个营养吸收 对健康是不好的 所以尽量用泡时间长一点 再加上高压锅 这是一个叫无肤质穀物 就讲这些 那么还有一个 我们今天再来讲讲 这个叫抗性定粉 这里的,抗性定粉 抗性定粉是怎么回事 好,我们从那个远古的时候 在石器时代的时候 人类呢,就已经会去挖 那个植物的根和金挖出来去吃 但是呢,人类在那个 学会种植这个水稻啊 小麦这些穀物呢 这个要是在农业 农业时代之后才学会了 种这个小麦和穀物 因此呢,人类在吃这个 根和金的这个时间 要比这个农业时代吃穀物 要早飞,早很多很多很多 啊 那么这个植物呢 植物的种子啊 一般也就是这个穀物 穀物它就是这个植物的种子 植物的种子是这个植物 它要繁衍下一代的啊 如果被这个动物吃掉了消化了 那它就没有下一代了 它就会灭亡了啊 所以呢 这个植物的种子呢 它就进化出了一些毒素 来干扰这个动物 这个胃酸的消化 以及干扰我们一些动物的 为了这个消化酶 去分解这个植物的种子啊 所以呢 这个植物的种子呢 它里面有一些这个毒素和反营养物质 来来就是不让不让你 不让这个种子被这个动物吃掉 尽多的来保存自己 那么相反 那个植物的那个根和金呢 它是植物用来储存这个能量的地方 所以呢 它这个植物的根金里面的这种毒素呢 就比较少 那么植物的这些毒素里面呢 就以现代的化学分析之后呢 发现就是一个叫植酸 还有一个叫植物凝集素啊 这个对对肠胃不好的人呢 会影响非常大 如果呢 是患有自身免疫性疾病的人呢 吃穀物呢 也有可能会造成很大的麻烦啊 但是呢 根金类的这个食物呢 它就没有这个问题 那么根金类的东西呢 就比如像说 南瓜 莲藕 红薯 植薯 山药 芋头 土豆 这些都是属于植物的根金类的 植物的根金呢 它含有丰富的这个维生素 而且呢 它的这个碳水化合物的含量也比较低 而且它里面所含有的这个定粉呢 大多数都是消化比较慢的那种直炼定粉 和抗性定粉 但每100克的这个土豆啊 那红薯它们所含有的这个这个这个碳水呢 大概是在21到22 哦 这个每100克这个大米和小麦 它们所含有的碳水分别是80和70亿 啊 每100克的这个红薯土豆 山药 它们所含有的这个碳水是2122和27啊 你看这这个相差好几倍 而且根金类的这个植物呢 它的这个吃了这个饱腹感更强 而且它对血糖的影响也更小 好 我们刚刚讲过这个直炼定粉跟这个抗性定粉 那么定粉呢 它一共分成三类啊 一个叫直炼定粉 第二个叫直炼定粉 第三个叫抗性定粉啊 这个直炼定粉和直炼定粉呢 它都会被分解成葡萄糖啊 给人体提供能量啊 但是抗性定粉 抗性定粉它是特别有意思的 抗性定粉这个抗性呢 就是抗消化的意思啊 这个抗性定粉呢 它这个胃和这个小肠 它是消化不了抗性定粉 所以呢 抗性定粉呢 就会就会流到这个大肠这个位置 大肠里面的很多的这个细菌呢 它都喜欢吃这个抗性定粉啊 这样就可以 可以可以喂给这个 这个大肠的这个细菌 喂给它吃这个抗性定粉 然后呢 它们可以把这个抗性定粉呢 分解成短链脂肪酸 然后这个短链脂肪酸呢 它这个对人体也是有很有好处的 现在大家都知道 这个肠道菌群健康了之后 人的身体才能更健康 对吧 那么大家也知道 为了这个肠道菌群健康 大家会去吃喝一些酸奶啊 补充一生菌 但大家不知道 其实这个抗性定粉 它要比这个酸奶效果更好 然后这个抗性定粉 它被代谢了之后 这个代谢产物呢 就是短链脂肪酸 短链脂肪酸呢 是可以防止肥胖的啊 如果有些人想减肥 或者怕太胖的话呢 可以用这个抗性定粉 去代谢之后 产生短链脂肪酸 短链脂肪酸 它就有可以防止肥胖的这个作用 好 所以这个抗性定粉 它产生的这个短链脂肪酸呢 它一个就是可以增加 胰岛素的敏感性 还有一个呢 这个抗性定粉的好处呢 就是可以这个降低血糖的水平 还可以就是修复你的这个肠道 以及延长你的饱腹感 然后根筋类的这个植物里面 它所含有的这个抗性定粉 要比这个米大米小麦里面含有的更加多 然后呢 还有一个小诀窍 就是这个根筋类的这个植物 把它煮熟了之后啊 不要趁热吃 要把它放的凉掉啊 煮熟后放凉再吃才有抗性定粉啊 大家注意 煮熟后放凉再吃 热的它是抗性定粉呢 还是有 但是它不多 放凉了之后呢 它这个里面这个分子结构变化之后呢 可以产生更加多的这个抗性定粉 所以呢 要煮这个红薯啊 这个紫薯啊 山药啊 煮熟之后 不要乐的吃 把它放凉了 凉了之后再吃 它的抗性定粉会增加 好 那么我们就知道了 这个好处 好处就是一个 就是谷物里面 它可能含有这个植物凝集素啊 以及这个植酸啊 我们前面讲过了 就像这些没有枯枝的谷物 它也是含有这个植物凝集素和植酸的 所以要浸泡时间长一点 再用高压锅去烧 那就最好的啊 那所以呢 这个根筋类的这个呢 它里面就没有这个植物凝集素 也没有植酸 没有这些毒素啊 这就是一个好处 再一个呢 它里面的这个 这个碳水含量也比较低啊 对血糖也比较好 对肠道修复也比较好 然后呢 你把它放凉了啊 变成一个抗性定粉 抗性定粉到了大肠之后呢 会代谢 会变成这个叫短链脂肪酸啊 短链脂肪酸呢 对你的这个身体呢 它可以 可以可以那个防止这个脂肪的积累啊 就可以 等于就是防止你变胖啊 就可以防止变胖啊 想减肥的呢 可以更多的去来通过这种抗性定粉 抗性定粉呢 它一定要是放凉了再吃 它才会更加多 好 今天呢就给大家分享了这两个 一个叫没有肤质的谷物 还有一个就叫抗性定粉 希望呢 对大家有用 这里再说一个啊 土豆 前面讲到土豆 土豆呢 如果是发芽了 或者发青了 颜色变轻了 或者表皮变皱了 那就不能吃啊 切掉了也不能吃 如果发芽 发青 表皮变皱 就算把那块坏的切掉 剩下的也不能吃 就整个就要扔掉啊 这要大家注意 因为发芽发青 它可能吃下去对身体不好的 好 今天就讲这些 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交流 一起探讨 好 谢谢